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的大S横空出世 大S还担任了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 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与此同时 一位叫陈建中的篮球少年在亚洲青年锦标赛锋芒毕露 后来的王力宏事件 大家也听说了 陈建中也是个放荡不及的铁血男儿 19岁的陈建中对这对姐妹花爱慕已久 但是大S比较腼腆 不是她的菜 她更喜欢同样放荡不及的小S 而此时的小S已经心有所属 陈建中无奈之下又开始对姐姐出手 陈建中没料到 大S表面温柔 内心强悍 还和张雨七一样 动辄拳脚相加 两人交往了一年就和平分手了 不过陈建中比王力宏会玩 后来陈建中与范伟齐交往时 大S还与范伟齐成了闺蜜 两人私下还会交流心得 2000年初 剧军业在台湾演出 大S在好友的介绍下去看了剧军业的演唱会 在后台打了招呼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剧军业的光头已经在大S的心里发光了 这一年大S才24岁 31岁的剧军业早就过了风花雪月的年龄 她的成熟体贴 让大S有了温柔香的感觉 当时的大S还多次主动飞到韩国去找剧军业 友情千里来相会 但是见面也得交流啊 于是大S恶不韩语 没事就撕密打 每次斗地住的时候 剧军业都会对大S的脚情有独钟 大S也看了出来 于是在脚上闻了剧军业的韩语名字 大S以为是海誓山盟 其实是一厢情愿 剧军业在韩国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恋情 美其名曰是为了工作 于是大S一气之下在南京洗掉了脚上的纹身 不然这双脚以后怎么踩其他的船 新男友一脱袜子多尴尬 总不能说自己脚臭吧 2002年 剧军业开始在SBS参演电视剧 本以为自己会大红大紫 然而韩国女生只喜欢欧把 不喜欢突把 2004年 剧军业还出演了偶像剧Aplocase 剧中还有吻戏 他饰演男四号 结果又没火 更倒霉的事发生了 他的队友江源因为摩托车事故 导致下半身瘫痪 剧军业也受到影响 万念俱灰的他 每天沉迷电子游戏 没事就去酒吧消遣 为了赚钱 他也只能去当DG 兴致勃勃勃的时 就对着身边的妹子大喊 如果我是DG 你会爱我吗 他还在青台洞成立了一家名叫Kuba的俱乐部 负责派对 音乐节 企划等等 剧军业的朋友圈和社交圈就不言而喻了 2009年 韩娱乐圈又双弱出丑闻了 艺人贩毒丑闻 被抓现行 男星诛着薰承认吸毒 案件的主谋是知名演员 尹雪姬 当然这种事在韩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除了这几位明星 还有许多一线艺人在交易圈中 而且剧军业多次现身这些明星的俱乐部 而且检举名单中也有剧军业 剧军业在2009年之后有三次被列为被调查嫌疑人 自然都被证明无罪 但在深夜的TV演义的采访中 剧军业还是道歉了 剧军业在圈里的朋友并不多 她和知名女星蔡严是同门 两人还曾传出过绯闻 不过蔡严的演艺生涯非常顺利 可不想跟剧军业有何瓜葛 蔡严表示 两人只是同门 因为剧军业说话时喜欢摸她的屁股和大腿 所以让许多观众看到产生了误会 在综艺上 剧军业更是败光了路人员 镜头中的剧军业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甚至不穿衣服面对镜头 此后的几年里 剧军业过得一点也不顺利 直到2018年 剧军业才得到了上台的机会 还是因为队友江源来 因为江源来车祸后成为了残疾人 受邀在2018年平昌残疾人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剧军业算是简陋了 除了当夜场DJ 2020年以来 他几乎失业 纵观剧军业的一生 汪小飞在他面前已经算是最佳男神了 如今53岁的剧军业依旧跟父母住在一起 母亲自然是要天天催婚了 娶不到媳妇的剧军业躺着沙发上刷刷新闻 翻看着聊天记录 偶然拨通了大S的电话 20年了他居然一直没有换号码 就这样 年过半百干柴烈火的两个人 为了见一面就注册结婚了 2001年 大S被流行花园的制片人 柴制品相中 戏离戏外 大S变成了大众情人 无数富商对其他为观止 然而25岁的大S却相中了 剧族内的小弟弟蓝正龙 还主动向其施爱 22岁的蓝正龙还没见过大场面 看到宛如天心的姐姐头怀送抱 心里默念三遍 女人三 抱金砖 蓝正龙这一抱就是两年 2003年 65岁的富商杨登奎力捧大S 要知道这家伙扛过刀坐过牢 身价数亿就是身体不好 杨登奎对大S一见钟情 奈何身体不允许 只能向大S感叹 如果我年轻20岁一定会追你 这可是妹妹小S亲口爆料的 此时的大S也着急啊 万一这老头哪天行了 真要我怎么办 于是大S开始着急结婚 在媒体面前表示 今年最想嫁给蓝正龙 要知道此时的蓝正龙还很年轻 断不会把后半辈子交给姐姐 2005年等不来求婚的大S终于提出了分手 结果刚分手第二个月 大S的刺青脚就有人认领了 他就是新一代的男神 宰宰周渔民 2005年7月份 周渔民发生车祸 大S第一时间跑到现场 让周渔民感动不已 两人深情拥抱 周渔民默念三遍 女大五赛老母 值得一提的是 大S是扛着锄头入场的 因为周渔民当时和徐伟伦在谈恋爱 徐伟伦后来还公开指责周渔民劈腿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挖不到的墙角 大S得到了但也失去了 2007年徐伟伦因重大车祸去世 周渔民得知消息后悔恨不已 这一年周渔民剪去长发重新做人 因为抑郁症 他暴瘦7公斤 试问周渔民还敢娶大S吗 一次次倒贴 让大S意识到 乃有小声靠不住 2010年在安逸轩的生日夜会上 大S结识了京城四少汪小飞 当时的汪小飞正直人生巅峰 大S表面上对安逸轩说不要 背地里已经和汪小飞联系上了 此时的汪小飞还与张玉琪在恋爱 张玉琪也等着嫁入豪门 但是张玉琪是草根出身 她得罪了心灰 虽然用了华仪撑腰 汪小飞才不敢取这个定时炸药包 仅仅20天的时间 汪小飞就给妈妈商量好娶谁了 订婚后的汪小飞并没有给张玉琪解释 大概是为了避免挨巴掌 2016年大S生了一双子女后 不仅事业上遭遇了中年危机 情感上也出现了变故 离婚前 汪小飞和女主播连迈 看美女遭曝光 两人多次否认婚变 正应了王思松那句话 鸭子嘴硬 离婚后 汪小飞又与内魔张盈盈传出了绯闻 大S看在眼里 记在脚上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后 也许大S和张玉琪小的一样 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但是否也闷心自问 自己对待爱情真的忠诚吗 这次大S与剧军业破镜 能不能重圆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家庭一定难以幸福 因为大S的妈妈已经起到吃药了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 一定很艰难吧 而且大S是在结婚之后 才告诉妈妈和妹妹 家人们得知消息后 下巴都惊掉了 况且还有孩子 重组家庭不仅是两个人在续前缘 这样草率 既不尊重上一辈 又为难下一辈